大家好 这期我们来学习第40章 目夺http库有码分析 先把相关的代码拷贝一下 把这两个.cc文件编译生成目夺http库 需要链接目夺网络库 这是两个测试程序 编译生成相应的可置信程序 那么这个测试程序是一个单元测试程序 还使用到了boost单元测试框架库 把这一行打开 添加一个指文件夹http的指文件夹 我们来编译一下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这个测试程序 先做一个测试 对http协议有一个认识 这个HGB服务器的东口号是8000 已经编译好了 已经编译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HTTP库 目夺http库 已经编译生成了 可置信程序 可置信程序 Http server test 然后我们用浏览器做一个客户端 做一个测试 虚拟机IP是192.168.159.188 那么这个HTB服务器的端口是8000 然后我们请求这个地址输出了这个页面 我们用一个抓包程序来看一下 来抓一下这些包吧 我们抓的是这一张网卡 WeM.net吧 因为我们当前虚拟机的配置呢 使用的是NAT 使用的是这一张网卡 启动 8000 这里呢就有一个HTTP的请求 跟HTTP的应答 这是一个典型的HTTP请求 与HTTP应答 我们来分析一下HTTP协议吧 先把这个关掉吧 HTTP请求分为三个部分 请求行 这一张网卡 再加上HTTP加上HTTP头部 再加上BODY实体 其中的HTTP分为普通包头 请求包头与实体包头 我们不管这些包头的种类都把它称为是包头吧 HTTP 宇宿 和BODY实体 两张网卡 有一空行-r-n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典型的请求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请求 这一行就是所谓的 请求行request line 这后面有-r-n的 我们看不出来 大家知道一下有-r-n 每一行都有-r-n的 然后是头部 头部可以有多个 Accept 这一行 Accept language 这一行 user agent 这一行 Accept encoding 这一行host 请求的主机 名称 端口 connection 这些都是 头部 head 然后是尸体 当时我们使用的是 get请求 这个请求没有尸体 是不需要有尸体的 如果有尸体的话 这有空一行 正如空一行 当然 这后面实际上有-r-r-n的 这里面又是一个-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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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那么请求的方法有这些等等 实际上并不止这些 我们当前目夺HTTP库并没有完整的实现HTTP协议 只是实现一个最简单的HTTP协议 协议版本1.0 1.1 在这里 HTTPP 1.1版本 这个是请求的路径 请求的路径 也就是请求的一个页面地址 请求的路径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请求实力 常用的请求头 Accept浏览器可接受的媒体类型 这表示我们当前这个浏览器能够接受的媒体类型 浏览器所希望的语言种类 Accept Language Accept Encoding 浏览器能够解码的编码方法 也就是说请求详细回来的数据包你可以进行压缩 GJIP DFLAT进行压缩 浏览器这里面 能够解码的一些编码方法 这两种压缩呢 压缩呢 浏览器都能够解码 User Agent 告诉HTB服务器 客户端使用的操作系统和浏览器的名称和版本 操作系统信息 浏览器信息 相关的一些信息吧 客户端信息 Connection 表示是否需要持久连接 Keep Alive 表示长连接 Close 如果是Close 表示短连接 HTB连接呢 既可以是长连接 也可以是短连接 接下来看一下 HTB的一个响应 响应包 Response 同样的也分为三个步骤 也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状态行 Status Line Head 头部 头部与实体之间呢 有一空行 一样的 GaGaN 实际上这些 每一行后面都有GaGaN的 只不过说 这GaGaN表示换了一行 没有空行的 头部 与实体之间 有一空行 这是实体 这是一些状态 相应吗 一表示请求 已被成功接收 继续处理 二表示成功 三表示存定下 四表示 客户端出现了一些错误 比如说 请求有愈法错误 或者请求无法实现 五表示服务器错误 服务器执行一个 有效的请求 但是失败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HTTP请求 一个典型的 HTTP应答 那么我们就对 HTTP协议呢 有一个稍微的 简单的一个认识了 那么根据这个认识 我们就能够分装 HTTP库了 目夺HTTP库 涉及到的类 HTTP request 这个是对 HTTP请求的分装 这是对 HTTP响应的分装 HTTP context HTTP协议解析类 协议解析上下文 这是HTTP服务器类分装 我们来一个个看一下 不难 只要我们知道了 HTTP协议格式 那么这些实现起来就不难了 这只有一个投文件 HTTP请求的分装 请求方法 请求方法 这个是无效的方法 这是当前支持的方法 实际上 HTTP协议不止这些方法 当前我们并没有实现 完整的HTTP协议 HTTP协议版本1.0 1.1 HTTP请求包含了几个数据成员 请求方法 协议版本 请求路径 请求接收时间 Head列表 构造几个数据成员 先出使话 这两个字段 都是InNavid KUnload SetVersion 设置请求的版本 获取 设置方法 设置方法 那么这边呢 Start到End 表示一个字符创 表示一个字符创 不包含End之针 Start到End解译 因为构造了一个字符创 StartEnd 不包含End 这是迭代器的一个用法 得到一个字符创 那么根据这个字符创 那么根据这个字符创 我们就知道 当前的请求方法 如果是Get 那么方法就等KGet 每举类型 Post KPost Head KHead 等等 否则的话 不在这些字符创以内 就是InValid 看一下是否设置成功了 Method Method 不等于KInValid InValid 说明设置成功 返回 请求方法 请求方法 转换成字符创 KGet 就是Get 转换成字符创 设置路径 Start到End 说指示的一个字符创 设置到Post 变量当中 是一个字符创 设置路径 返回路径 设置接收时间 返回接收时间 请求接收时间 Add Header 添加一个头部信息 Start 来看一下 Start 这个是冒号 所在的位置 所在的位置 End 在这一行 后一个字符 构造一个字符创 Field Head In Start到这个冒号 不包含冒 然后再加 移过来 然后去除 左空格 这个位置 如果小于End 并且是 空白字符的话 加加 也就是所谓的 去除左空格 然后Value 就是这个冒号 当然当前已经不止下冒号了 到End Value 就是后面的值 后面的值 然后再去除一下右空格 Value 不等于空 不等于空 并且最后一个 Size 简易 Value Size 简易 最后一个字符 是空白字符的话 那么就去除 右空格 VSize 把它大小 设置为简易 也就相当于去除了右空格 然后把它保存起来 保存到Headers Headers 是一个Map 把它保存起来 GetHeaders 根据头域 返回它的值 在Map容器当中插找 返回回来 Swap 交换 交换的话 只需要将这几个数据成员进行交换 就可以了 进行交换就可以了 这里还少了一个Version 这个也应该交换的 我们就不管它了吧 这应该作者忘记交换 这个是请求类 响应类 Response 响应的状态码 每局类型 这里面只支持几种状态码 实际上 HTTP的响应码不止这些 有很多 200成功 301 Moved permentary 301重定下 表示请求的页面 永久性的一致 另一个地址 400表示 错误的请求 可能是语法格式有错 夫妻无法处理此请求 404 表示请求的页面不存在 HTTP Response 有这些数据成员人 head列表 状态响应码 状态响应码 它所对应的文本信息 是否关闭连接 是否关闭连接 如果是短连接的话 要关闭连接的 body 响应的实体 这一部分 当然HTTP request 可能也有实体 当前呢 我们这个没有支持 比如说post 它可能有实体 当前这个代码呢 还没有支持 但有实体的 HTTP请求 当然要实现这些呢 也不难 就是一个体力活 而已 构造函数 初始化 这两个数据成员 设置函数 这些比较简单 设置文档媒体类型 设置文档媒体类型 add header 添加了一个头部信息 返回的时候呢 就说这个 response 就是详细 添加了一个content type 添加了一个content type 设置文档媒体类型 比如说这个 这个详细 content type text html add header 它实际上 调用的是add header key value 保存到一个 map容器当中 setbody 那么这些东西都添加完以后 我们需要根据状态码 得到一个 状态行 然后根据header 根据body 根据body 生成这样的一串信息 响应给客户端 调用append to buffer 将httpresponse对象当中的信息呢 打包成一个字符刷 保存到buffer当中 以便于发送给客户端 我们看一下如何打包的 先添加响应头 这个buffer就是http1.1% 这个 这里面呢 现在我们这个响应呢 没有对版本支持 只支持1.1版本了 就写死了 把它添加进去 然后添加 这个响应的信息 这个是200 那么后面响应的信息 是一个ok 比如说是一个ok status message 然后刚刚 刚刚这一行就添加好了 if close connection 如果为true的话 如果为true的话 那么append connection close 这个头部呢 有一个connection close 这里面 如果是短连接的话 不需要告诉浏览器 content length 也就是说我们响应的实体的长度 浏览器也能够正确处理 因为都已经关闭连接了 就不存在 连包问题了 断连接 是不存在连包问题的 我们不需要告诉他 这个包的长度 客户端也能够正常处理的 否则的话是长连接 如果是长连接的话 多了一个content length 后面的实体包的长度 这个头部信息要给他 实体长度 然后connection keep alive keep alive 然后就是head类表 head类表 也把它添加进去 这个head类表 名称 冒号 内容 名称 冒号 内容 然后gagang 内行的有gagang 变厉害的类表 有gagang 这后面就已经有一个gagang了 那么头部跟实体之间呢 还应该有一个空行 appendgagang 再appendbody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服务器 http server类 还有http context 先看一下context吧 协议解析类 它有两个数据成员 http request past state 请求解析状态 这里面解析状态是这样子的 当前正处于解析请求行的状态 正处于解析 头部信息的状态 请求解析 当前正处于解析实体的状态 全部都解析完毕 cut all 这样的一个状态 request 对这个http请求进行解析 包含了一个request的对象 每举类型 那么初始的状态呢 是request line 期望收到的是一个请求函 expect request line 就是将状态设置为request line expect header 状态设置为header 状态设置为body got all 一旦我们请求行已经解析完毕 receive request line 已经接收了 那我们下一个状态就是 期望接收的是header 一旦我们header接收了 下一个期望接收的状态 就是got all 当时我们没有处理带实体的请求 带body的请求 当时我们这个http解析呢是比较简单的 不处理带实体的请求 reset 重置状态 重置为 这个状态呢 request line 初始的状态 并且将当前对象呢 自控掉 我们构造一个空的一个http request swap dummy 把它自控掉 将这个当前对象 request对象的自控掉 所以说request当中呢 有一个swap方法 用于交换 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将当前这个request 自控掉 request与这个dami呢 虚的假的 这样的一个对象呢 进行交换 就自控了 返回这个request对象的应用 带const 不带cons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http服务器 是如何 处理的 http服务器它也是一个ttp服务器 它使用的是 在应用层使用的是http协议 在传输控制层使用的是ttp 所以说它也是一个ttp服务器 包含了一个ttp收入 这是它的一个回调函数 http callback 在处理http请求的时候呢 会调用on request 调用这个函数 在调用这个函数当中的回调此函数 对请求进行具体的去处理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 当服务器端收到一个客户端发送过来的 http请求 首先是回调on message这个函数 这是一个ttp服务器 回调函数设置为on message 在on message当中呢 又调用了on request on request 在on request当中呢 又回调了一个用户的http callback 这样子的话 我们用户 我们用户就可以自己 提供一个用户的回调函数 来处理这个http请求 处理这个http请求 就不至于将这个http请求呢 写死掉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编写一个http服务器 它包含了一个http server 然后我们注册一个回调函数 注册过来 我们手边写了一个myhttp server 注册了一个回调函数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调用这个http callback 注册一个回调函数 注册进来 这样子的话 实际的处理呢 我们可以自己提供 当然这里使用的又是基于对象的 编程式想 我们并不是去继承 http server 还是限自己的http服务器 而是包含一个http server对象 当消息到来的时候 会调用onmessage onmessage又调用了onrequest onrequest 当中又调用了这个用户的回调函数 进行实际的处理 另外这个http服务器呢 还支持多线程 setthreadnumber 支持多线程 这个是构账函数 初始化 connection callback message callback 回掉这两个函数 消息到来的时候 回掉这两个函数 消息到来 连接到来回掉的函数 结构函数 启动 serverstart onconnection 当一个连接到来的时候 http连接到来的时候 我们调用setcontext tcpconnection 与一个httpcontext 判定 之前我们说过了 tcpconnection里面包含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boostany boostany context 他能够与外界的一个对象 能够接收另一类型的对象 就用在这里 上下文一个连接 跟一个上下文 绑定在一起 一个连接 我们当前呢 就跟一个httpcontext 绑定在一起 这里呢 构造一个 http上下文对象 用来解析 http请求 当一个消息到来的时候 当一个消息到来的时候 我们首先取出这个http上下文 boostanycast getmutablecontext 取出这个请求 这个请求呢 我们可以改变的 这个请求的状态了 mutable get的是mutable getmutablecontext 可以改变这个context 可以改变这个context对象的 如果是getcontext const const 是不能够改变的 可以改变 然后我们要开始解析 这次请求 这次请求 这是请求的包 这是一个典型的请求 请求包 把这个上下文 传递进去 让这个上下文 来请求这个包 这是请求接收的时间 让这个context来 处理 要用pass request来处理 实际上呢 更好的方法应该把pass request 作为 httpcontext的成员函数 这里面呢 还没有实现好 也就是说将来呢 可以把pass request处理 请求把这个呢 移到httpcontext的类当中 当前只是提供一个全局的函数 实际上可以移到这个类当中的 那么这个呢 要把它移进去也很简单 这里我们就不去做这个处理了吧 就保持原样 只是做一些注视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处理这个请求的 ok等于true has more 循环 然后呢 初始的一个context状态呢 应该是处于 解析请求行的状态 就根据这个 协议格式来解析 首先查找 gagang 这是一个缓冲区 这里面所有的数据呢 都保存在这个缓冲区当中 查找gagang 这后面有一个gagang的 我们没看到 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gagang的 才符合http协议 找到 如果找到了话 那么把它取出来 buffer peak gagang的位置 这个begin and begin end 这实际上呢 就是gagang的位置 这个指针 它查找有没有gagang 就指向了gagang的位置 context process request 解析请求行 我们来看一下 解析请求行是如何解析的 根据这个协议 begin end 查找到空格 所在了位置 然后呢 context request 取出这个请求对象 取出这个请求对象 空格不等于end 没有到最后 set method set method start space 从get到这个空格 也就是get这个注创 传递进去 set method 就等kget 方法kget 解析请求 解析请求方法 start 等于space 加1 跑到解析路径的位置 find 空格 解析路径 得到路径 start 到space 把这个路径 设置进去 这个请求对象 start 等于space 加1 然后呢 查找 http 一点 这个字符 抓 这里面几个字符 一个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总共到1 48个 and 减去start 应该等于等于 8 应该等等吧 equal start and 减1 到这里为止 剩下and 应该在后面 应该在后面的 and 减应该在这里 但是呢 这个是 b 开区间 也就是说 只包含到 这里为止 它应该等于 这个字符创 如果成功的话 再判定一下 这个字符 这个字符 后面是and 这就是and-1 and-1 是否等于 如果等于1的话 就是 http1.1 如果等于0的话 就是 http1.0 否则的话 就是 失败的 false 解析请求行 这个也不难 请求行 解析成功 那我们 这个请求对象 设置一下 请求时间 然后将这一行取走 从buffer当中移除 取回 包括 kkm 所以说要加 包括 kkm 都把它取出来 那 context receive request ttp1.0 将这个http context 状态 更改为 期望接受的是 头部的状态 那么并没有去更改 hasmode hasmode还是等于true的 也就是说 还有更多的信息 我们还没有解析完 那么应该 循环回来 循环回来 继续处理 这时候处于 解析头部的状态 应该跑到 else里面 这相当于是一个状态机 就是一个状态机 当前处于解析 head的状态 head的状态 一样的 把一行一行的head 这一行把它取出来 然后才找冒号所在的位置 冒号所在的位置 不到最后 不等最后的时候 否则的话呢 就有 冒号已经等于 这个-r-n的位置 肯定就是没有后面的内容了 就有问题了 empty line 冒号所在的位置 add header add header pick头部位置 还有一个冒号位置 还有一个-r所在的位置 传递进去 那么这个请求对象 就会把这个header添加进去 accept key value 添加到相应的head列表 一个map容器里面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就是 请求头已经处理完毕 receive headers receive headers 刚才我们说过了 它并没有处理那个带有body的实体的请求 直接将state 等于got all 请求完毕 请求完毕 如果请求完毕了 got all 为true 如果为true 非一下为false 那么这个循环就跳了 跳出去了 否则的话还没有请求完毕 还没有请求完毕 那么下一次还要进一步请求 这时候状态还没有更改 还是处于解析头部的状态 那么解析完以后 我们将这一行呢 取回 不包含刚刚呢 那么解析完毕等于false 还是处于这个head的状态 一到我们请求完毕了 就处于got all的状态 一到我们请求完毕 就处于got all的状态 单级我们并没有处理 那个 请求中带body 状态呢 并不会处于 那个 k expect body 这个呢还没有实现 如果我们请求成功了 返回为true 请求失败的话 返回f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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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se的话 发送一个试吧 bet request 信息给客户端 并且把连接断开 否则的话 如果请求成功 那我们这context当中 就包含了一个请求对象 就包含了一个请求对象了 请求成功了 状态呢 got all 请求消息解析完毕 那么就 调用on request 连接 传递过来 这个请求对象 传递过来 一旦我们这个请求传递完毕 本次请求传递完毕 重置 http context 以便于这个context对象能够重复使用 因为这个context对象跟一个连接绑定了 如果是长连接的话 那么这个http context还可以继续使用 当然这适用于长连接 如果是短连接的话 就根本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这连接都已经关闭了 connection都已经关闭了 on request 把头部取出来 connection 头部如果 头部是等于close或者version等于1.0 并且connection不等于keepalive 1.0版本并不支持keepalive 1.1版本才支持长连接的 1.0版本只支持短连接 close 如果close为true 或者是1.0版本并且connection 不等于 keepalive 也就是connection等于keepalive 那么也要关闭连接 http response 将这个 boer类型close 是否要关闭连接 处理完请求 是否要关闭连接 这个信息传递过来 回调 用户的 函数 进行对应的处理 相应的处理 对这个http请求 进行相应的处理 回调用户函数 一旦我们处理完了 一旦我们处理完了 它就会返回一个 response 对象 把这个response对象 返回回来 这是一个输入输出参数 response对象 返回回来以后 append to buffer 将这个对象 转换成一个字符刷 添加到buffer缓冲区当中 将这个缓冲区 发送给客户端 如果response close connection 为true 需要断开连接 是短连接的话 shutdown 那么接下我们就来看一个测试程序 是怎么编写的 这个测试程序 测试程序很简单 我们只要使用http server 当然我们可以分装一个类 这里并没有分装一个类 直接使用它 你可以分装一个类 这里没有分装一个类 你可以分装一个类 把这个作为你所分装的类的成员函数 实际的请求处理 这里面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ARGC大于1 Benchmark 等 true setnog low level 1 num thread 最关键的就是这一行 num thread 这个转换成整形 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序可以支持多线程的 线程数 num thread 默认等于0 也就是当线程的 构造一个http server对象 端口8000 设置它的回调函数 实际的请求处理回调函数 on request 那么好 线程数 启动这个服务器 当一个实际的http请求过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把它解析好了 已经解析好 放到http request对象当中了 并且我们传递了一个http response对象进来 如果benchmark等于false 默认就等于false 那么还会答应一下这个信息 iq 请求的路径 如果是跟路径 那么 我们响应的这个body set status code number 信息是ok 就是这行 number ok content type server 然后就是当前时间 然后就是一个http页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页面 返回回来 得到这样的一个response对象 输入输出参数 如果我们请求的地址 是这个地址 favorite icon.ico 那么 这里面body呢 用这个字符刷 这个字符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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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图片数据 这是一个图片数据 就是说把这个图片呢 设置为body 相应回去给扣端 如果地址是hello 那么set body呢 就只有一个hello world 只有一个hello world 我们再运行一下 扶起 这个是跟路径 有一个hello 还有一个时间 hello 路径 路径是这个 那么有一个hello world hello world 那么如果路径是 这个 那么 那么它的body image 媒体类型 image png 是一个png图像 body 以便于客户端能够处理 那么这个图像就是一个西级家的一个图标 那么 那么这就是目夺对http的支持比较简单 他并没有打算完全支持http 那么 那么目夺支持http呢 是为了做监控的 监控的时候呢 采用http做接口 比如说我要监控服务器的状态 这里面呢可以输入一些地址 它暴露一些地址出来 那你去查看一下当前服务器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下一节课要讲解的内容 这次课就到这里为止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